因為我反對成立創科局 終於成立了 楊局長 不知道他做過什麼 其實楊局長說他做的事 在他上任後 由大陸規定了 推翻他想做的事 現在我們 不要說在財政預算案裏 預留200億去做 在大陸的 所謂創科 科技員公司開發土地 只是我們現在罵出來 都182億 預留100億 然後有82億分做現金之助和借貸之助 我們用這麼多錢 到底是做什麼 沒有人知道 最離譜的 就是習近平收到 在香港做事的院士的信 去告訴習近平 下命令 現在香港要做科技的事 這是什麼政府 要習近平在這裡說 一錘定音 好了 現在做什麼 第一個如果說問責 萊範智芬就走了 馬上落馬 第二個就是 只是說你大埔科學員的烏龍 我必須提醒香港人 初頭畫了地給你們 就說多過一頭 不如讓四叔去建樓 建完樓之後又說不夠 不夠就強行 再在那裡擠一些地來建樓 建完樓 說明是不准分租的 即是說 那些以 去發展創新科技 為 這個號召 去租地方 不准分租的 他分租給 政府的部門都可以 這個問題 要不需要 落馬 即是你兩次津貼他 第一次 他以這個 明目 拿到便宜的地方 不用再租給政府 即是兩次津貼 政府給他兩次 其實那個問題 楊局長 其實就是為大陸的再工業化來這裡的 我們從去年開始說要投資 一些器材 令縣社更加好 昨天也有人在說 林鄭偉任那位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要拿大數據 搞到不要這麼厭惡性 大陸就在做這件事 那些哪裏是高新科技來的 那些是大陸的產業鏈來的 到你現在再工業化 他便將他的生產線搬到香港 享受我們津貼他的東西 然後由特區政府用集體購買 那些產品 我們是拿錢出來 益別人 去救別人的工業 局長 這裏講這裏散 我都沒有氣力罵你 香港人你記住 他一年半載之後便出的了 我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要投資下去 買一些更加好的 更加有所謂 創新科技的器材 去幫助我們老弱相殘 搞好縣社的服務 搞好我們醫療服務 這些根本就是囚容來的了 習近平說了 接著你要做 接著再工業化下來 申請我們的錢和廠房 再做的那些產品 在大陸都賣不完 拿出去都要去貼賣 再在我們那裏賣了他為一個 這個什麼高薪科技 難怪啦 林鄭月娥的兒子在小米做 梁振英 去瑞典卡羅林見完院長 她的兒子又在卡羅林做事 喂,是我們給錢這班權貴 去囚容啊,主席 好 是吧? 明白 你怎麼通過去的那些事情